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落了联赛冠军和杯赛冠军 但最终实现了欧冠杯 改制后冠军三连霸的辉煌战绩 此一出战欧超杯 也将朝着三连胜的目标并进 上一场赛事 黄马的友谊赛上对阵AC米兰 球队作战主场打出压制性的进攻配合 开场仅两分钟进球 虽然一度被扳平 但半场结束前依然再度领先 下半场球员的士气提升 持续以进攻把握比赛节奏 全场控球率超过六成 最后 时刻收获绝杀 而以3比1大胜对手 主场告结后 黄马以3连胜的姿态 结束了气前的热身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保持在高昂值 为此一进入欧超杯注入激励的元素 在巨星C罗转会离开之后 黄马的风险机构发生巨大的改变 本则马 贝尔和阿森西奥将成为球队唯一重任的攻击组合 在之前的不断以此进行磨合锻炼 配合中场克罗斯伊斯科的支持 球队依然保持较强的进攻力 已经连续三场取得两个以上进球 整体实力依然强悍 若能以目前的阵容在欧超杯上再度夺冠 新赛季的首发名单将以此确定 而不需要重金引员 能够刺激黄马主席普洛伦蒂诺杂钱的一个因素 就是黄马在这场得比战中表现不佳 此一另一看点在于新帅洛佩特吉 这是前西班牙主帅首都领军黄马出战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能否通过战略层面的改善 将关乎其帅位的稳固度 马进上赛季在西甲取得第二名的良好成绩 虽然在欧冠杯被小组淘汰出局 但进入欧罗巴赛场却游刃有余 最终斩获了首个欧罗巴杯冠军 本场将是冲击第一个欧超杯冠军之位 上一场赛事在吉尼斯杯对阵国际米兰 球队在场面上 占据较多的控球时间 但进攻效率不佳 全场创造了23次射门仅有3次威胁对方门将并无斩获 反而被对手仅有各一次命中突破防线而失球 最终以0比1落败收场 虽然仅仅是一场商业兴致的友谊赛 但坐镇主场占尽优势 依然落败的赛果 多少令马进受到士气打击 部分球员的信心恐因此受挫 从7月底进入季前热身后 马进的表现起伏较大 全部5场有一赛仅有一胜 其中4场有失球 反映出较为一般的竞技状态 不过这也跟马进之前的阵容不整有关 随着主力前锋格列兹曼 朱利后为埃尔南德斯等回归和面后 同时有勒马尔 卡利尼奇等实力心源的融入下 球队的战斗力将有极大的提升 近年来9次对阵黄马有7场保持不败 自从主帅西蒙尼入主后的历史交锋 也从来不在同城死敌的下风 如今面对失去C罗的黄马将是球队改变欧冠赛场 一直被压制的最好时机 球员的战役十足 黄马最近10场赛事的大球率为70% 迎盘率为50% 黄马连续12场赛事 双方总进球数在2.5球以上 黄马过去10次对阵马进的迎盘率进有30% 马进最近10场赛事的大球率为40% 迎盘率为60% 马进进5个赛事有4战双方总进球数在2.5球以下 马进过去10次对阵黄马仅有3场双方总进球数超过2.5球 乐哥 本场亚只让球盘出盘 为黄马主让平手盘0.78滴水 多数机构出盘为主 让平半球高水 并陆续升水降盘至平手滴水 澳门亚只大小球出盘 为22.5球滴水 作为一场形势感多于荣誉感的表演比赛 自然是 比较保守的大小预估 黄马尽管没有了C罗 但是整体实力并没有锐减太多 而且国际知名度远在马进之上 黄马本轮欧超杯盘面如此保守 空陷不利之境 压址 马得比竞技加0.25参考 负一 04.703.701.4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